比较强调就是说 什么事情都有很多种解决方法 然后价值是希望比较多元的 然后什么事情都不要黑白分离 就有很大的灰色缓冲地带 然后能够去冷冲这个缓冲地带 享受这个灰色地带 其实是一种另外一种美学 那都是我至今的概念 可是问题是说 只有这件事我就突然发现 说不定是说至今我都是很暧昧 本人比较不好活 我就找到一个绝对的价值 突然觉得很好很怪 它是黑白分明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才也跟很多朋友提到 就是说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 还有我当政治记的时候 那时候台湾还没有民进党 那时候只有党外 然后那时候我们只拼命 想要让台湾社会民主化 那时候也不会去分什么本省外的人 那时候大家就一路一直冲一直冲 然后我想就是说今后也是一样 就是说我觉得只有这个事情 是不要分 就是说不能因为蓝绿而停止思考 而且它是一个共同而普遍的价值 他当然就是说你爱台湾的人 一定不会想要台湾去拥抱 那种23万颗的那个 王导原子弹 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 那一直在增加中而已 那就是说你继续一直在制造新的 那个那么剧毒的东西 那怎么算是 而且核灾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普遍的价值 然后它有可能希望促成台湾新的农河 所以就是说我自己很珍惜 就是说这个价值的中立的立场 没有想要把它跟任何一个政党结合在一起 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 努力的一个欺骗 那至今日本很多人都没有站到街头的经验 我自己也是 我在日本就参加他反核四威 那很多人像大江建山 他也站到街头上 然后像村上村主他也写文章出来骂人 就说骂出场面 而且他说 就说你发生核灾 不但自己是受害者 如果你没有去阻止核 你本身也是家害者 那这件事是还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感动的一句话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也很希望就是说 今后就是说大家也就说把自己理解 就是花力气去理解一下核电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是学历史学文科 然后直写情色的人 就突然就花点力气 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核电是一个蛮简单 它因为它已经是 它五六十年来 它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核废料的处理问题 那这个东西就是它 只要它没处理 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弄下去 一直没有进步的一个发电方式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进步的发电方式太多了 我们台湾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 就是说不只是太阳能 然后我们是海岛 所以我们潮汐发电 我们是地震大国 所以我们就一定有地热发电 我们最不适合核电发电 那我们就很适合地热发电 所以就说我们没有很适合做的事情 那所以才会 因为就发现 突然发现这个事情实在是太重要 然后我感觉是很兴趣很焦虑的人 所以就在比较 就是说很想跟 就是说所有朋友 就是分晓了自己 就是说对辅导核灾严重性的认识 因为事实上辅导 日本现在是因为美国经济不好 还有欧洲金融混乱 然后所以日本那个 现在他其实经济很不好 也看不出来 日元还一直在升值 那他事实上是一个内伤很重的人 我觉得再过一下就全部会显露出来 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日本 其实是我们跟日本进到一个很糟糕的餐厅 然后隔壁之后 日本就已经抱着肚子倒在地上 可是我们还 我们的上面还 我们还比他状况更糟 可是我们说我们没关系 而且我们一定是比他十倍的那个健壮 那我就不知道 因为韩国是 其实南韩跟野州南韩说 他们是日本的一百倍就是稳固 他们的核电更厉害 其实那都是骗人的 因为像韩国他们出口去 那个阿拉伯球场国是全部是贴钱 然后派新队去帮他们维持建厂的那个安全等等 完全是贴钱贴了很多钱的 他会制造一个出口假象 去骗大国民跟骗国记 所以就说那个完全是一个不可惜 而且他们今后也都只能出 把那个核电出口到土耳其 越南这些地震大国或印尼 这真的是一种造烈的行为 那我觉得就说没有办法先去要求 因为很多人也说 反正中国一直在建很多核电 好像离我们很近两百多公里 福建那边就有六个原子墓 那台湾飞河也没用 其实不是 虽然我们自己现在飞河 我们才有力量去要求周边飞河 就像德国飞河之后 他就要求法国把它隔一条河的一个最老的一个核电厂 把它关掉了 就关掉了 法国就把那个核电厂 而且法国自己也说 在25年后他要把核电厂减半 他是一个世界第一大的核电大国 所以我觉得整个趋势是有在改变 那我觉得没办法让台湾都完全是不改变的 那